上一支影片当中 我们提到科学记号表示法 它的重要的功能就是计数 而且要方便的计数 把像三千万这样很大的数 拆分成很小的数字部分 三 再乘以另一个数字部分 也就是十的七次方 就是你把一个很大的数 拆分成两个部分 就像是你一个两格的便当盒 你会把饭放在一边 把菜放在另外一边 鸡腿呢 但万一你要表示的这个数 比三千万还要再 再复杂一点 比如说赤道 它的平均半径大概是 六百四十万公尺 这个六百四十万 虽然比三千万还要小 但是它除了零之外 还有六和四这两个数字 我们怎么用科学记号来表示呢 问题来咯 你看看 六百四十万既可以拆成 六十四乘以十的五次方 也可以拆成六点四乘以十的六次方 它们都等于六百四十万哦 但哪一种才是科学记号的表达方式呢 同学们注意了哦 只有六点四乘以十的六次方 才是科学记号的表示法 而六十四乘以十的五次方 或者你写成另外的其他两个数相乘 这些相乘的结果虽然都等于六百四十万 但是都不符合科学记号表示法的规则 因为科学技术法 不仅是要把一个大数拆分成一个较小的数 乘以十的N次方这样的结构 并且它对于这个较小的数 是有一个规定范围的哦 这个数它的最高位数必须是个位 例如说六百四十万只能先拆出一个六点四 不能是六十四或零点六四 而且这个数一定要是大于或等于一 而且要小于十 所以你看它只能像是下面举例的这些 大于等于一并且小于十的数 那拆分的时候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拆出来的数要包含元数当中 最后一个不是零的数 例如说六百四十万 你要把四也带上啊 不要落掉了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吧 五万七千 用科学记号表示 要先拆数 这里有个小诀窍告诉你哦 我们先把小数点 点在第一个数字五的后面 然后拆出一个五点七 因为七啊 它是最后一个不为零的数字 第二步就是移动小数点 从七一直数到最后一位 这个过程一共数了 一二三四 四位对不对 好啦 那你就把这个四 直接写在十的右上角 也就是十的指数是四 所以五万七千用科学记号表示 就是五点七乘以十的四次方 下面你来试试看这个数哦 四百零四万 先拆出一个最高位数是个位 并且要包含最后一个非零数字的话 问号的地方应该填什么呢 答案是C 4.04 首先啊 它要是一个小于十的数 同时要包含元数当中 最后一个非零的数字 所以答案是4.04 找出4.04之后 该乘以十的多少次方呢 答案是A 从小数点往后数啊 你会数了一二三四五六位数 所以十的指数就是六 最后总结一下 用科学记号表示法 来表示一个正数的时候 我们要先分出来一个大于等于一 并且小于十的数 而这个数要包含元数当中 最后一个非零的数字 之后我们再将小数点后的位数 表现在十的指数上面 练习看看 823万 用科学记号表示吧 赶快去做个练习 让你自己更熟练吧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